太子野 說被人裝彈弓,妓女要懲罰叫霸王雞 報案 說被企圖搶劫姓周的女事主,昨天出庭作供 她說去年 4 月 11 日晚,接到水族用品公司太子野的 Call 她就約被告在酒店等,跟著自己和經理人一起去酒店 她說房內一早就有四個內地女人,是被客人做的後備選擇 但辯方反指那些女人是跟女事主屬同一間公司 其實她一早就知道姐妹QQ被人拍了性交的照片和收不到獄金 女事主認為被告就是那個客人,所以叫被告先上酒店四五樓 給房內的姐妹來認人,而女事主就跟幾個姐妹在六樓埋伏等被告 辯方還說被告從來沒有拿把刀出來,但女事主都不同意這些說法 即是承認聽說有人玩變態,又聲言已經沒有做妓女,現在是家庭主婦